他没人李嘉欣更新社交动态了 但却因为没有配文 险些闹出了乌龙 近日李嘉欣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张拼图 不过比起上中两部分 显然最下方的照片更为吸睛 照片中李嘉欣以一个婴儿童框 躺在病床上的李嘉欣 头发披散 面容很是小脆 以平时晒照中的光鲜亮人 明显不同 联系近到时间明星们 各种身子传闻停出 不少网友第一眼看过去 都惊讶的以为李嘉欣这是生二胎了 还有网友直接在评论区留言询论 场面一度十分热闹 但细看之下 不能发现 所谓的二胎 其实就是李嘉欣的大儿子许建彤 拼图中 由许建彤庆祝十岁生日的蛋糕 一儿头上又贴有幼苗图案的贴纸 应该是生许建彤的旧照 而李嘉欣发布这条动态的初衷 也是为了给儿子庆祝十岁生日 由于李嘉欣的这条拼图动态 并没有详细的配文 外加大美人多年如一日的高颜值 才闹出了误会 恍然大悟的网友们也开始 纷纷送上祝福 这段小插曲才总算是翻篇了 不过李嘉欣的这张旧照 仍旧掀起热议 从李嘉欣当时的状态来看 这张旧照应该是产后不久所拍 那时的李嘉欣似乎还有些虚弱 所以才不复往日省场 此前 独王儿媳西梦瑶产后不久的照片被公开 憔悴的模样与照片中的李嘉欣如出一辙 以往网络上爆出的李嘉欣生子后照片 几乎都是他已经恢复一段时间的模样 所以很可能此番李嘉欣自爆的这张旧照 并已经公开的照片时间都要早 熟悉李嘉欣的网友们不难发现 每次在社交动态中出镜的李嘉欣 几乎都试着粉带打扮精致 但这一次 一项爱美的大美人竟然为了给儿子庆生 毫无顾忌地晒出自己憔悴的一面 太拼了 可见他对于许建彤的母爱之声 不过李嘉欣的转变还不止这一点 奢侈与炫富这两个词多年来 似乎成了李嘉欣的标配 每次他有新的动态总能够引发一波 挖宝风波 有意思的是几乎每次眼间的网友们 都能够有所斩获 让人不得不惊叹李嘉欣的海力雄厚 虽然已经吸引多年 但李嘉欣在当红时期 片酬不低 而后又嫁入豪门 尽管屡遭外界畅衰经济问题 但从他的一系列动态来看 他们一家子的小日子很是滋润 豪门生活无疑了 但这次许建彤过生日 比起铺张大败 李嘉欣反而用了更有意义的方式 从片图中可见 许建彤在街上摆摊 为民众赠送防疫物资 他小小的声音与陌生人同框时 却不见惧色 而是十分的大方 颇有其父的风范 近年来 慈善与公益两个词 已经成了豪门 以及成功人士的标配 最为人熟知的 就是独王之女何超莲 女首富甘比德人 现在许建彤不过才十岁 李嘉欣就已经开始锻炼儿子的 慈善与公益之心 看来是真的把儿子 当作豪门接班人来培养 而从许建彤的状态来看 他也是乐在其中 虽然才十岁的年纪 但许建彤已经能够熟练说 多国语言 还会许多项运动 但能在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成就 除了有赖于家庭深厚外 也与父母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李嘉欣之前 因为与儿子的亲密举动而被痛批过 不会育儿 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太许建彤了 在教育儿子方面 其实并不放松 不过尽管派送防疫物真是好事 但如今事态变化莫测 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只戴着口罩 这期头与陌生人接触 还是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 希望李嘉欣与儿子能够注意防护 毕竟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李嘉欣的童年生活 并不是特别完整和幸福 这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1970年 李嘉欣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 但父母的婚姻却有点复杂 因为父亲是一个在香港长大的葡萄牙人 做皮货生意 而母亲则是上海女子 所以父母的结合在当年 并不是特别受人祝福 尤其是母亲一方的家庭 李嘉欣的母亲也是个超级大美人 颜值甚至不输李嘉欣 李嘉欣的母亲颜值高又氧气 母亲当时只要嫁给父亲 所以一个非同寻常的跨国婚姻就这样出现了 父母刚结婚那会儿 感情非常要好 而且彼此对未来都充满了憧憬 母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东方女人 所以想要生很多孩子来让家庭幸福圆满 之后母亲生下了姐姐李嘉宁和李嘉欣 开始了相夫教女的平淡日子 可是有了孩子之后 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开始与日俱增 而父亲又很少回家 那时候母亲一边带孩子一边坚持去上班赚钱 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所谓贫贱父亲一百日衰 这样的苦难日子 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父亲矛盾 母亲和父亲的感情开始渐渐出现了裂痕 每天争吵不断 再加上父母本身在思想观点和生活方式上 也大相径庭 隔阂开始越来越深 终于有一天 有了万遇的父亲一记之下 冷漠地离开了家 狠心地丢下了他们母女三人 不知踪迹 也正是那时候起 李嘉欣对陌生的父亲充满了怨恨 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 直到多年后父亲去世 李嘉欣见了他最后一面 才释怀了童年的种种悲伤 但父亲离家出走后 母亲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 但却从来没有抱怨和哭诉过 在李嘉欣眼里 母亲是一个极其坚强又严厉的人 而且对姐妹俩充满了期望 三岁那年 李嘉欣就幸运地被心探发现 邀请他拍摄了一个幼儿广告 所以说李嘉欣天生就是一个当明星的人 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要知道 三岁就能够拍广告 李嘉欣早应该是一个妥妥的小童心 家庭也因此渐渐地富足起来 可母亲却不以为然 她及时止损 坚持让年纪又小的李嘉欣快乐成长 然后去学校好好读书 所以母亲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但却十分的明示李懂进退 也正因为母亲的宠爱和呵护 才让从小没有父亲的李嘉欣 有了莫大的温存 母亲对李嘉欣给予了厚望 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教育 所以母亲把自己赚的钱全部拿来 让姐们俩上最好的学校 玛丽洛中学 在教育上 母亲从来没有逆测过 而且自己整日拼命工作赚钱 平时就省吃俭用 一家人住在陆宇的棚屋里 日子过得紧搭 董事的李嘉欣深知母亲的不义 所以成绩一直很好 是个十足的乖学生 但就是有点孤僻和敏感 甚至连个中文名字都没有 一是因为原生 单亲家庭的原因 让他有点小小的自卑和悲伤 二是因为长得太过漂亮 在同学中间太过显眼 有时候没什么朋友 还被女同学排挤 李嘉欣上学时因为太美 经常在路上被心探拦住 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演戏拍广告 不过 李嘉欣因为读书时的愿望 是想当一名空姐 所以都给婉拒了 直到12岁那年 还在上学的李嘉欣 再一次被心探发现 让他拍摄了 人生中第二个广告 两年后 在学非昂贵的学校读书的李嘉欣 因为家庭经济原因 不得不选择半工半读 那一年李嘉欣14岁 为了赚钱上学 兼职当了一名广告模特 终于让笨只脚踏入了娱乐圈